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南华部落聚会所历经了一年的时间 设计规划施工,6号上午正式的启用 县长徐正伟表示 聚会所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地点 感谢中央圆明会和吉安相公所的努力 让南华部落聚会所在去年8月动土 今年8月能够完成启用 这都是经过了多方的努力 才能够让部落有这么完善的地点来传承文化 南华部落聚会所主体面积290.79平方公尺 主题广场的设计是以阿美族的竹篓 作为结构的主体 并且以阿美族的图腾 泰雅族的祖林之眼 作为广场的设计理念 多元素的交织寓意 让百年来的两族群在南华村和平共融 互相依存 信赖的深远意义 再次感谢我们大家对部落的文化传承来努力 当然每一年的丰年季 每一年的一历性 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无论是大部落 无论是小部落 我们的头目都一样的坚持 一定要办 因为这是我们部落的根 今天把那来去参加拿捣烂的 我们的12岁到19岁的进阶 年龄的进阶 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个年龄是进到我们的部落 要开始参与部落的事物文化传承 从一个被服务的角色 这个转化成 有责任必须承担 来负责服务部落 还有工作事务的传承 这是一个感动的时刻 所以相信每一个部落 都有每一个部落的年龄阶层的文化传承 再一次 再一次祝福大家 也把整个部落都凝聚起来 吉安乡长游淑贞也指出 能够找到这么一块完整的南华部落聚会所土地 除了是提供部落居民传承文化油气的地点之外 环境的营造更是吉安乡公所努力的目标 中央县乡协力在地方 终于开启我们今天部落聚会所完成的这一份推力 谢谢代表会 让我们寄住满满的支持监督的这样共构的建设 尤其让我们在整个部落聚会所南华里面 做重要的变更 做全方位的改变 让我们保有原来的森林树木 让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停车场 也谢谢头目 挹注我们地方在地的声音 跟我们族人共起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来促成今天最圆满的一个部落聚会所的呈现 在炎炎夏日经过多方努力完成的南华部落聚会所 除了举办碎石祭仪之外 更重要的是传承文化的目标 在部落同幕的祈福之下 多位贵宾也到场祝贺 同时也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刻 吉安报不报 报 南华战不战 战 记者林杰吉安香采访报道